那我们是不是要申请要谈判理中庭 会不会觉得感对不合理 前一天才因为设诈领助理费案出庭 新竹市长高宏安面对记者 一连串提问都不回应 出席新竹九江峰音乐会 高宏安听歌听到鼻酸了 孟雄上音乐也非常的疗愈大家的心 我其实刚刚也觉得蛮被疗愈的 尤其最近其实事情也蛮多的 但是眼泪不能流下来 一流下来这个媒体朋友又可以做新闻 忍住泪不能哭 高宏安致辞时有感而发 恐怕也是近期官司还有建商等争议 让他心力交瘁 但现场也有里长帮高宏安加油打气 甚至拿起手机自拍 高宏安笑笑回应 但面对争议恐怕是笑不出来 而他十一号为助理费案出庭 这么巧这天也是前新竹市文化局长 钱康明被离职的满月日 钱康明在脸书po出截图 内容是新竹市政府强调合法 合规审核都更案 他发文写下 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 如果一个人标榜自己遵纪守法 这个人完全有可能是不好的人 似乎亦有所指在骂高宏安 对此钱康明不证实也不否认 但也强调新竹市争议多 高宏安忍住泪不哭前或许应该先想想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争议产生 三天新闻张浩宜 华西城游儿博新竹台湾报道